继续来浏览财经资讯 欧洲央行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主席 安德烈亚·恩里亚 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为应对英国脱欧 将有24家银行 从伦敦搬迁至欧元区 预计资产转移总规模 达1.3万亿欧元 其中7家银行将由欧洲央行 直接监管 目前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 已经敦促英国银行业 提前做好所有必要的准备 包括申请牌照 有序转移资产 明确运营模式 在欧盟新设分支机构等